Anso Ferrari曾經說過 那些不懂做引擎的人才會研究空氣動力學 這集的主角可能是最好的證明 在他生意中都需要應付很多失望的引擎 但往往能夠找到方法把一輛賽車變成賽道上最快的車 他並不是各位經常在場上看到的車手 但他在車隊幕後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的標誌就是經常在手上的那一本紅色筆記簿 寫在裡面的都是能夠改變結果的細節 負責寫或更改F1規矩的人可能視他為惡夢 在過去三十多年 不少規矩因為他和他的團隊需要重寫 他的一筆一滑對賽車來說可能是一秒的分別 在他北下誕生的差不多全部都是冠軍挑戰者 而和他合作的都是冠軍級別的車手 Nigel Manso Ayatan Senna Alan Pross Damon Hill Sharkville Neuf Mika Hakkinen Kimi Raikkonen David Cotard Mark Webber Sebastian Vettel Daniel Ricciardo 還有現在的世界冠軍 Max Verstappen 他的成就不限於F1 在他的生涯早期 他已經獲得兩屆IMSA GTP區別的冠軍 兩屆Indie Card車手冠軍 還有兩屆Indie 500冠軍 而在F1裡面 他已經獲得11屆車隊冠軍 和12屆車手冠軍 希望贏到世界冠軍 當然需要一位好的車手 而他的工作就是給車手最好的工具 他就是賽車界裡面的造王者 在F1裡面已經打滾了35年的設計鬼才Adrian Newey 在這集就讓我講一下他在賽車界的生涯 還有一些他的經典設計 Neewey在大學選讀了航空和航天系 在1980年畢業時獲得榮譽學位後 立即加入了Fedipaldi的F1車隊成為設計師 但短短一年後 他轉投March車隊成為了比賽工程師 並在1982年正式成為車隊的首席設計師 不過他設計的並不是F1 他的第一件作品是March車隊當年的EMSA計劃 這是Neewey第一次展示他設計才能的機會 他在March 82G的設計上用了一個很奇怪的外表 在車頭中間開了一個很大的洞 容許空氣流到車底的Fedri Tunnel製造下壓力 而這個被稱為龍蝦爪的March 82G 成為了1983年和1984年的GTP級別冠軍 在EMSA獲得成功之後 Neewey在1984年轉到March的Card 即是IndyCard前身的車隊 為March設計了March 85C 他的設計再次獲得成功 March 85C先是1985年由Danny Sullivan駕駛贏到Indy500 之後再由El Unser駕駛奪得當年的Card冠軍 一年後雖然Neewey已經離隊 但他設計的March 86C再次達成這個成就 由Bobby Rayhor駕駛奪得當年Indy500和Card的冠軍 而Neewey當年轉投Cracko車隊負責Michael Andretti的賽車 雖然新車隊都是用March 86C 但Neewey和Andretti最終只能獲得當年的Card冠軍 短短在五年之間Neewey在北美洲的成就 已經為他打開了通往F1的門路 只不過F1之路並沒有他想像中那麼順暢 在1986年中Neewey加盟了Hazlora車隊的設計部門Force 並與他未來勁敵Ross Braun合作 但是Hazlora在當年賽季結束後倒閉 1987年Braun就與Neewey分道揚標 Neewey就回到Card成為Michael Andretti的比賽工程師 在一年後Neewey正式登陸F1成為March F1車隊的首席設計師 設計了他第一架F1賽車March 881 March在當年並不是有競爭力的車隊 但Adrian Newey的March 881就有意想不到的競爭力 這輛賽車成為當年唯一一架沒有渦輪增壓 而有能領先比賽的賽車 在當年只有頭六位車手得分的年代 兩位車手成功八次得分並登上班轉台兩次 協助車隊由1987年13位約升到1988年第六位 這輛March 881更加是1989年的開幕戰 協助還未預備好新賽車的March登上班獎台 但好景不常 Neewey在1989年改善了新賽車的設計 但賽車的可靠性非常離譜 全新的March CG891在參加的14場比賽中 兩位車手只能夠完成六場 1990年車隊改名為Layton House Racing Neewey都晉升為車隊技術總監 但掙扎的局面並沒有改變 因為車隊的風動出現問題 導致賽車在系動力設計上有很大的誤算 嚴重影響賽車表現 在當年頭六場比賽中 兩位車手六次未能夠獲得正賽資格 令Neewey被解僱 但在離開車隊之前 Neewey為賽車帶來了最後一次升級 令車隊能夠在法國站登上班獎台 並在比利時成功得分 最終獲得車隊榜第七位 Neewey在被解僱後透露 其實她一早已經決定離開 而威廉斯都已經招募她 開始了她在上游車隊的設計生涯 威廉斯是當年在F1中其中一隊的上游車隊 威廉斯手上的資金、資源和人才是Marsh的幾倍 車隊技術總監Patrick Hatt非常上色Neewey 在充滿限制的情況下 都能夠設計出有競爭力賽車的才能 所以當他知道Neewey將會離開Marsh Hatt毫不猶豫地招募Neewey加入車隊成為首席設計師 被Neewey使用威廉斯基本上是無限的資源實現他的設計概念 就是這樣他們兩個組成了F1在1990年代初最強的設計組合 雖然麥拿倫在1984年至1990年之間獲得五次車隊冠軍 並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和當年最強的車手 但是Neewey和Hatt設計的FW14 不單止令Nagel Menso暫緩他的退休計劃 這架全新的威廉斯戰車速度更能夠與麥拿倫相比 只不過賽車的可靠性再次成為車隊的拖累 令Sena和麥拿倫靠著較好的可靠性贏到冠軍 但是在1992年就不同了 升級之後的FW14B除了在波箱和氣動力上都有巨大的改善 全新的Traction Control和Active Suspension科技為車隊帶來壓倒性的優勢 令Menso能夠以打破當年紀錄的九場勝利成為車手冠軍 而FW14B也贏到16場比賽中的10場 協助威廉斯成為車隊冠軍 62.5%勝率都成為了Niwi當時最高勝率紀錄 Niwi在一年後為Damon Hill和Alan Pross打造了全新的FW15C 雖然FW14B在1992年已經獲得史無前例的成功 但是Niwi和Head為他的繼承者FW15C做出了很多改變 秘筒、車室和Sideport都用了新的設計 根據當年的傳聞FW15C的氣動力效率比FW14上升了12% 引擎都增加了30馬力 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全新的ABS科技防止車手鎖死車路 這個FW15C的科技非常先進 被Pross稱為一架小型的空中巴士 FW15C上的電子科技複雜度需要三部電腦才能夠踏著的賽車 一部是控制引擎 一部控制賽車數據紀錄儀器 一部就是控制Active Suspension 這些電子系統都令Niwi和Head能夠使用一個有趣的爬頭系統 當年他們稱為Push to Pass 當車手希望爬頭的時候他們可以啟動Push to Pass 這個時候賽車的Active Suspension會將賽車車尾高度降低 切斷車尾Diffuser的空氣供應減少壓力 變相減少空氣阻力 增加了賽車的最高速度 同時電子系統會將引擎的最高轉數再提高300轉 這些超高科技令Niwi能夠重複62.5%勝率的記錄 但同樣正正因為這些科技太先進 而且研發費用太昂貴 FRA在當年立即達成了Witch of Protocol 在1994年開始全面禁止車隊用這些電子輔助系統 這個決定都為Niwi在威廉士生涯的結局打開序幕 車隊在1994年失去電子科技之後 威廉士賽車的速度和可靠性瞬間消失 另一位Niwi的勁敵Rory Byrne帶領Benetton冒起 加上Sanna在聖馬里諾站的致命意外 令車隊承受著非常巨大的壓力 雖然威廉士因為Schumacher禁賽 還有Damon Hill在賽季尾段連續六場登上頒獎台獲得車隊冠軍 但Sanna的意外令Niwi在內的幾位威廉士設計及工程師 需要接受誤殺罪名的調查 Niwi和車隊的管理層關係都因此變差 她在1995年希望尋找更高席位的機遇 但在威廉士內部晉升的道路 被車隊其中一位創立人Patrick Hatt阻止了 令Niwi被迫尋找其他車隊的機會 同年威廉士未能夠贏到車隊或車手冠軍 令Niwi和車隊的關係進一步變差 雖然Niwi為車隊製造了一輛匹迪弗拉里和Baniton的賽車 令Damon Hill和Jacques Villeneuve在隨後兩年為車隊帶來兩個車隊和車手冠軍 並在1996年創下了Niwi單季最高勝率紀錄 在16場比賽中贏到12場 達成了75%勝率 但其實在1996年年尾完成1997年賽車設計後 Niwi已經進入了轉頭另一隊車隊的冷靜期 在1991年至1997年期間 Niwi設計的賽車為車隊帶來了5個車隊冠軍 同時為4位車手帶來了世界冠軍 在車隊參與的114場比賽中 一共獲得78個頭位 還有超過一半的59場勝利 可惜是一個不完美的結局 Niwi和車隊最終不歡而散 但在這幾年之間已經足夠證明他的實力並不容忽視 他有能夠為自己曾經打敗的新冬家麥拿倫帶來什麼改變呢? 雖然在1997年加盟麥拿倫 但Niwi已經無法改變當年賽車的基礎 所以他需要在改善賽車的同時集中設計來年的賽車 麥拿倫在1997年只獲得第四位 但在當季閉幕戰的一次1.2打開了車隊的勝利序幕 Niwi除了設計賽車的才能驚人之外 他的另一個強項就是適應改例的能力 F1在1998年規定賽車設計必須變得更窄 同時需要使用有坑文的車胎 Niwi就成功設計了一格比任何車隊更高氣動力效率的MP43 配合在1987年已經開始使用的brake steer系統 令麥拿倫在當年獲得9場勝利成為車隊冠軍 同時為Maker Harkonnen帶來他生涯第一個世界冠軍 Niwi和他的設計團隊為1999年的MP44帶來進一步的氣動力升級 雖然brake steer系統被FIA禁止使用 但Niwi依然確保了賽車在賽道上最快的位置 可惜Niwi的設計再次被引擎的可靠性拖累 全年16場比賽中 兩位車手合共12次不能衝線 但在能夠完成的比賽中只有一次不能得分 可以見到賽車的實力真是非常好 只不過一次又一次的故障令麥拿倫以4分差 塞落車隊冠軍給弗拉利 幸好的是 Harkonnen成功以2分差打敗Eddie Irvine獲得車手冠軍 令麥拿倫不算是兇手而會 但這個時候弗拉利已經組成了他們的蒙之隊 Niwi的勁敵Ross Brown和Warri Byrne都已經成為了弗拉利蒙之隊的一份子 在2000年賽果中 雖然Niwi設計的MP45成功獲得7場勝利 但弗拉利的F12000單單在Schumacher手上已經贏到9場比賽 令Schumacher 29分打敗Harkonnen成為車手冠軍 同時弗拉利28分差打敗麥拿倫成為車隊冠軍 在2001年開始麥拿倫的成績慢慢退步 本來最快的平置引擎變得不可靠之餘 實力被弗拉利和寶馬超越了 同時Niwi設計的車架發展速度也被弗拉利和威廉士曼 令Harkonnen度過了F1生日中最差的賽季後決定退役 弗拉利蒙之隊開始的王朝沒有人能夠阻擋 Niwi在2002年至2003年都只能協助車隊獲得第3 年輕的Rakonnen本來有機會挑戰冠軍 結果又是引擎的可靠性女士 車隊在2004年更加只能夠獲得第5 車隊失望的成績令Niwi離隊的傳聞不斷 雖然車隊負責由Ron Dennis極力否認相關的傳聞 並在2005年4月宣布Niwi決定與車隊續約到賽季結束 但依然有很多傳聞表示Niwi將會暫別F1或退休 經過半年的猜測後Niwi表示還未是時候 但因為麥拉倫拒絕Niwi家人工的要求 令Niwi選擇為另一隊車隊效力 為麥拉倫效力的8年期間 Niwi為麥拉倫帶來了自從閃拿年代後的首個車隊冠軍 亦是麥拉倫至今暫時最後一個車隊冠軍 同時為Mika Harkonnen帶來了他生涯之中的兩個世界冠軍 在這一刻Niwi還未到達他的生涯高峰 Niwi以1000萬年生加盟新車隊紅牛 對當時不少人來說 加盟一隊能量飲品車隊可能是自毀前途 但Ajian Niwi就是喜歡向難度挑戰 Niwi因為在2006年2月才正式加盟紅牛 所以無法改變RB2的基礎設計 結果賽車表現被RB1失望 但曾經與Niwi合作的David Cotter 成功代表紅牛獲得第一個頒獎台位置 勉強保持車隊榜上的第七位 2007年Niwi能夠徹底重新設計賽車 參考了過往的賽車 尤其是麥拉倫在2005年的MP420 力RB3在速度上有進步 Weber更加能夠登上頒獎台 兩位車手都能夠展示出賽車的中油得分實力 但熟悉的劇本再次出現 賽車再次被可靠性拖累 最終只能獲得車隊榜的第五位 2008年Niwi帶來了全新的鯊魚棋設計 這個設計在季前測試第一次亮相 成為其他車隊的參考目標 在當年的開幕戰大部份車都已經用了這個設計 不過RB4自己本身的表現就再次失望 雖然Niwi表示RB4是車隊歷史中最複雜的車架 但在賽季中途賽車的表現就開始停滯不前 車隊的分數比起2007年是增加了 但位置就下跌了 當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大時 F1迎來了2009年的大改例 這個時候又到Niwi發揮他的才華 全新的規矩要求賽車的尾翼變得更窄更高 同時要求頭翼變得更闊更低 車身的bargeboard和葉片都被禁止使用 並規定將diffuser的位置向後移動 Niwi則乘機雙駕10年將pool rod系統帶回F1 他決定將pool rod系統放在車尾 容許車隊將更多零件向下移 降低賽車重心之外能夠製造更好的氣流 更輕的pool rod設計和向下降了15cm的波箱 進一步改善了賽車的控制 但當年Ross Braun的Bron GP打造出double diffuser 成為意外的爭冠者 在當年只有頭8位能得分的比賽中 第一位的車手有10分 所以在賽季中段的土耳其站 Bron GP領先紅牛39.5分的優勢 可以說是非常之誇張 但Niwi和紅牛在賽季中段開始急起直追 研發出自己的double diffuser 令賽車速度超越Bron GP 可惜Fattle因為賽車可靠勝的問題三次未能夠完成比賽 以僅僅9分之差輸了車手冠軍給北騰 而紅牛將Bron GP車隊綁的領先優勢收窄至18.5分飲行 不過這將會是車隊在除後4年之間最差的成績 Niwi為紅牛設計的第五格賽車就是RB6 亦是他為紅牛設計的第一格世界冠軍戰車 Niwi就是當年指RB6可能是F1歷史上製造最多壓力的賽車 正正是因為Niwi把Bron Diffuser發揮到淋理盡 Niwi在RB5已經用了Pullrug設計 容許他用Bron Diffuser 將賽車的排氣口放在車尾懸掛系統下的位置 同時在排氣口後方的Diffuser每一邊開了一個洞 令賽車排出的空氣會增加車尾Diffuser內外的空氣速度 將空氣快速向上導流之餘 還能夠增加Diffuser的空氣流量 從而增加壓力 但Diffuser的缺點就是這個裝置只在車手踩油時能夠製造額外的壓力 紅牛和當年的引擎供應商Reno合作製造一個特別的引擎模式 令車手不踩油時 燃料系統都繼續將燃料注入引擎 雖然引擎不會主動點火 但燃料遇上熱空氣時會被點燃 令膨脹的空氣繼續流出排氣口 保持對車尾Diffuser的空氣供應 確保賽車在慢速彎依然能夠關鍵地保持足夠的壓力 所有車都看到這個設計 移回到Brown Diffuser的好處後 都立即嘗試複製RB6 但這個時候已經太遲了 因為紅牛已經發展了這個設計幾個月 RB6無論是高或低壓力的賽道表現都是這麼好 是高速的Silverstone Sussurka或Yas Marina Circuit 或是高客壓力的Monte Carlo、Hungaro Rain和Barcelona RB6都成功贏到分站冠軍 全年總共贏了9個分站冠軍 如果不是Alonso在當年神勇的表現 Veto應該不需要等到最後一站才封王 無論怎樣也好 這個是Niri在紅牛第一次包辦車手和車隊冠軍 亦是紅牛王朝的開始 2011年F1介入希望禁止車隊使用Brown Diffuser的設計 限制車隊能夠擺放排氣口的位置 但是Niri再次找到方法繼續利用賽車的排氣口 這一次Niri就用了扁平的排氣口設計放在Floor上 賽車排出的空氣將會流往車胎和Diffuser之間的位置 這個設計令賽車不會受到Tire Squared影響 Tire Squared是指車胎受壓變形時製造的氣流 Tire Squared在正常情況下會打壓Diffuser的運作 減少賽車能夠製造的壓壓力 Niri就用賽車排出的空氣製造一部隱形的牆 確保Diffuser的氣流不會受Tire Squared影響 再一次其他車隊努力地複製這個設計 但是RB7加上Vetto這個組合可以說是無敵 Vetto駕駛著RB7贏到11場比賽成為車手冠軍 紅牛就以153分打敗第二位的麥拿良成為車隊冠軍 2012年FIA進一部收緊賽車排氣口的限制 Niri就找另外一個灰色地帶發展RB8 在Floor的尾部開了一個洞 舒緩車胎轉動製造亂流的影響 但是這個設計在摩納哥站被判違規 紅牛不能夠在勝率的比賽用這個設計 對他們來說最幸運的是車隊並沒有被扣分 令Vetto能夠在賽季尾段達成4連勝 並以3分之差在閉幕戰打敗Alonso達成3連霸 紅牛都以60分之差打敗法拉利 2013年是F1最後一年使用自然吸氣引擎 Niri和車隊因為需要確保Vetto在2012年奪得冠軍 所以在2012年賽季尾段需要為RB8提供升級 暫緩了RB9的發展 雖然如此 紅牛在當年依然有Vetto 為車隊帶來了13場勝利 追和了舒馬卡在2004年的紀錄 並創下單季九年勝的誇張紀錄 為紅牛帶來了V8年代最後一個車隊冠軍 非常遺憾地這是Niri在紅牛第一個皇朝的終結 全新的運能規矩為紅牛帶來很多煩惱 在2014年第一次季前測試中 紅牛先遇上Reno引擎在運作上的問題 之後就到Wallon真壓系統的問題 最終因為車架設計將賽車中的零件緊密地排在一起 導致賽車過熱 某些零件更加著火 令紅牛成為測試中完成圈數最少的車隊 在第二次季前測試中 就到Reno的ERS系統出現問題 到第三次季前測試 紅牛能夠做出的時間比弗拉利曼超過2秒 RB10更加在Vetto完成第一個圈前已經罷工 車隊對賽車有什麼問題完全毫無頭緒 另一邊瓶子就展開他們的運能王朝 雖然RB10能夠在瓶子手上奪得三場冠軍 但最終都以差不多300分之差被瓶子打破連勝 Reno引擎在2015年的表現沒有進步之餘 車隊和Reno都表示引擎有退步的跡象 令RB11的競爭力大幅下降 2015年賽季是紅牛至2008年後 第一個沒有冠軍的賽季 在車隊榜上只能夠獲得第四 2016年的RB12在外貌上和RB11非常相似 但Niwi和車隊在這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晰地理解一件事 就是他們不能控制引擎發展 但他們能夠控制賽車車架的表現 在這一刻開始紅牛就慢慢成為賽道上 氣動力效率最好的車隊 加上17歲神童Furrsteppen在賽季中段加盟車隊 提升了車隊的競爭力 為紅牛在當年的西班牙站 獲得車隊自從2014年第一個冠軍 加上Ricardo在馬來西亞的勝利 紅牛在當年重登車隊榜的第二位 不過再次落後評值差不多300分 2017年F1迎來另一次改例 賽車車身、頭翼、尾翼都變得更加闊 但Reno引擎繼續是紅牛的最大問題 速度和可靠性都無法跟領先的評置和法拉利相比 所以紅牛只能夠在當年獲得第三 2018年的RB14有少少改善 但車隊榜上的名次都沒有變動 紅牛終於對Reno失去耐性 宣布2018年將會是車隊最後一年用Reno提供的引擎 曾經被稱為GP2引擎的本田成為紅牛的希望 雖然F1個人的成績有進步 但因為Ghazley和Albon不能夠即時適應賽車 令車隊在車隊榜上維持第三 這個第三位將會是紅牛在未來四年最差的成績 在2020年紅牛明顯是賽道上第二塊的賽車 平時都打造出被稱為F1歷史上最快的W11 Nurie的RB16沒有辦法在車隊榜上跟W11競爭 但Ferstappen都能夠在平治手上獲得兩場勝利 特別在當年Silverstone的兩場賽事中 Ferstappen能夠獲得一個亞軍和一個冠軍 證明在某些特定的場次 這個RB16是能夠跟W11匹敵的 可惜最終都只能夠獲得車隊榜的第二位 F1在2021年再次迎來另一次的小改例 最大的分別就是Flora尾端的範圍被收窄 這個時候Nurie再次發揮他的適應能力 令RB16能夠保持RB16的速度 而本田終於為紅牛提供到車隊夢寐以求的東西 一個能夠與平治競爭的運能引擎 代表紅牛在賽季初段能夠追上平治的速度 這架RB16在22場比賽中的19場成功登上頒獎台 更加協助Versava獲得他生涯第一個分站冠軍 2022年F1贏了歷史上最大的改例 又是一次Nurie的表演機會 製造出使用獨特Sideport設計的RB18 雖然在賽季初段有少少賽車可靠性的問題 但這些問題解決後 本田引擎再次與Nurie的設計一拍即合 車隊才在賽季前段達成六連勝 之後FIA因為賽車Proposan的問題嚴重頒布Technical Directive 宣布車隊需要在暑假過後提升Floar沒端的高度 但這對Nurie和紅牛來說完全沒有問題 當其他車隊因為更改Floar設計失去速度時 RB18反而變得更快 在賽季中段到尾段達成了九連勝 在22場比賽的賽季入面 RB18贏到17場 達成了非常誇張的77%勝率 是Nurie的新紀錄 RB18除了幫Floar Stappen打破單季分站冠軍紀錄之外 還為紅牛帶來第六個車手冠軍 是車隊自從2013年後第一個車隊冠軍 2023年不少車隊都參考RB18設計他們的賽車 但暫時並沒有車隊能夠挑戰RB19 最接近的是Nurie曾經的同事Dan Vellos設計的Aston Martin Vellos曾經是紅牛氣動力部門的主管 協助Nurie在混能年代改善賽車 不過當Aston Martin嘗試追近紅牛的同事 Nurie都為車隊帶來另一個發明 Triple DLS Triple DLS的意思並不代表RB19有三個DLS裝置 而是三個氣動力裝置受DLS控制 方便是賽車的Diffuser、邊緣和尾翼 但能夠移動的依然只有尾翼 不過為何叫做Triple DLS呢? 在DLS關閉的時候 Diffuser的氣流將會被倒流到上方的邊緣 加入邊緣的氣流 而最終就會加入尾翼製造的氣流 這三個裝置是由尾翼帶動一起運作 為賽車製造壓力 但當DLS開啟的時候 尾翼失去了作用 邊緣和Diffuser能夠製造的壓力都會減少 減少壓力都代表減少阻力 代表DLS這個阻力減少裝置開啟之後 能夠減少三個氣動力裝置的阻力 所以RB19這個設計被稱為Triple DLS 但這個並不是什麼黑科技或特別的設計 所有賽車都有達成Triple DLS的潛力 只是紅牛這一刻對賽車氣動力的了解 比任何一隊車隊都多 這一刻RB19擁有的優勢有幾大 各位都很明顯能夠看到 但隨著紅牛的風洞和CFD時數被減少 Nui和紅牛又會怎樣應付呢? 雖然他的名字不會在車手的冠軍名單上出現 但每一位跟他合作過的世界冠軍 都一定將部分的功勞貴於他 而在車隊冠軍的賽車名單上 都不會看到他的名字 但在這個奪冠名單上 有15%的作品都出自Nui的手筆 除了說他是一位鬼才之外 真的找不到一個更貼切的字眼形容他 在幾年之間贏到美國兩個最高級別的賽事 並贏到兩次Indy 500 入了F1之後 第一年已經將一支本來第13位的車隊帶到第5位 在威廉士製造出可能是F1歷史上最高科技的賽車 打敗在1980年代未稱敗的麥拉倫 之後在麥拉倫打敗法拉利和威廉士 協助Mika Harkonnen獲得他生涯的兩個世界冠軍 最後到了紅牛成為車隊其中一位開國公神 在車隊閒聯冠軍的四年之間 差不多每年都找到一些規矩的灰色地帶 令紅牛成功用一些其他車隊意想不到的設計 由Pool Rocket懸掛系統到Blown Diffuser 之後一年用排氣口解決Tier Squibre的問題 Nui總是找到一些其他車隊找不到的優勢 雖然在混輪年代受引擎表現影響 但是Nui都能夠打造出一架氣動力的怪物 成為所有車隊供應氣動力效率最高的車隊 到這一刻終於等到有競爭力的引擎 再研發出全新的Triple DLS 究竟這位設計奇才能不能再次為紅牛 建立王朝直到2026年引擎改例呢? 又或者在未來幾年 Nui又會不會到另一隊車隊尋找新的挑戰呢? 無論他在什麼時候決定結束他的F1生涯 他在F1造成的影響已經非常之深遠 究竟有多少科技和技術是因為他 所以需要被F1禁止使用呢? 而過去這麼多年 就算你不是支持他效力的車隊 你都不得不佩服他令比賽變得沉患的能力 他能夠打造出一格又一格沒有對手的怪物 在未來如果提起Ferrstappen打敗平治的運能老段 Battle這位最年輕的世界冠軍 曾經打敗Schumacher的Damon Hill,Jack Villeneuve和Mika Harkonnen 還有威廉時的光輝年代 要記住背後都有一位關鍵的賽車設計師 Adrien Newey OvoMika Harkonn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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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